就把很多个政府部门 混合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 一共有13个政府部门还有单位在里面了 移民局 就是大家做Passport的地方哦 就是做IC的地方哦 JBJ 哈啰 大家欢迎回来ED BASIC VSHOW 我是尤金 现在呢就到光大了 因为哦 等一下YB 正来信 还有BDC的一些官员会来这里 观察看 UDC第一天开始运作的情况 Bineng第一个UDC 在8月17号正式开始运作 UDC是什么东西呢 UDC就是 城市转型中心 简单来讲哦 就把很多个政府部门 混合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 让那些哦 想去很多个政府部门处理东西的人 一直过 在一个地方就把全部东西搞顶到完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这样子 Bineng的UDC在哪里呢 就在光大的2楼跟3楼 目前一共有13个政府部门还有单位在里面了 如果你真的不懂进到里面要去哪里找你想要找的部门的话哦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information counter 给你去那边问相关的信息哦 这样子我们就进去里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慢慢看啦 首先你一进到去哦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宽很阔很多遗址的等待处哦 然后在你的左手边的就是内陆税收局 它的旁边就是移民局 就是大家做passport的地方哦 在你正前方的部门就是国民登记局 就是做IC的地方哦 在你的右手边的呢就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就是大家所懂的BDPDM 走去前面转右哦 你就会看到你的左手边就是陆路交通局 就是JDJ 然后右手边呢就是警方的部门BDRM 再走去前面一点转右哦 你就会看到一条长长的走廊 在2楼剩下的部门就全部在这里啦 我们就先从左边那边会看到的部门讲起啦 左边一开始呢就会看到国能DNB DNB那边你会看到有两个房间 其中一个房间哦 你就会看到有国能的职员在那边 帮忙人民处理相关的事物 另外一间房间哦 你就会看到有两架机器在那边 让民众可以更加快速的处理他们的事物 这样小个房间的两个空间哦 哇我一进到里面很冷到哦 接下来在DNB的旁边哦 你就会看到卫生局诊所 里面还有pharmacy哦 在你的右手边你就会看到 不散马路马拉雅人民信息中心 在人民信息中心的旁边 你就会看到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 哇里面的设施是蛮舒服的哦 出来外面等待处哦 你也不用怕讲说 会过了你的Number你都不懂 在等待处那边 会有电视机显示不同部门轮到几号的 差点忘记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UTC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哦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 至于星期六和星期日哦 就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OK讲到这里呢就差不多了 因为在三楼的另外三个部门哦 还没有正式正常运作哦 那三个就是马来西亚求职中心 公共服务局还有马来西亚企业加级合作社发展部 所以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再为大家解说啦 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希望你能点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还有最重要的是 记得Subscribe订阅 ED Basic Vision的YouTube频道哦 还有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子每次更新 你都会知道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